西方世界是新保守派在二战后至五十年代的美国世界界影响很大 他们自称是自由派 但实质上也赞同和谐的事关 反对冲突论的历史学家在内 这些学派的世界家众多 学术声望也很高 包括哈茨、布尔斯汀、霍夫斯塔特等人 都是战后才华初中的诗学家 布尔斯汀的美国人发现者、创造者等 中一本作品曾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至六十年代 鉴于美国国内外形式发生距离的变化 第三次第三世界的兴起 殖民体系的崩溃 在史学领域内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研究 受到了冲击 在国内攀剥的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、妇女运动 反战民权声势浩大 冲击美国社会 也有利冲击史学界的保守思想 历史学家开始一种新的事业来重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